好 馬上來關注一下 尾巴最新的狀況 現在看起來只剩下 倒數24小時可能不到的時間 馬上就要進行 地面上面的正面對決了嗎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 昨天布林肯是急忙趕往了 以色列跟納坦雅胡見面 他說只要美國在 你們就永遠不會孤軍奮戰 孤軍作戰 換句話說 這是透露出美國也有可能 會參與這場戰爭嗎 納坦雅胡是用英語跟希伯來語 表達了對於拜登政府的感謝 然後布林肯還講到說 他的祖輩也都是來自猶太 就是來自以色列猶太人 這樣的一個協同 所以兩個人就這樣子握著手 很能夠共情共感 他講說這次重要的訪問 是美國明確支持 以色列的右翼力政 那哈馬斯已經證明自己是文明的敵人 應該像伊斯蘭國一樣被粉碎 就是他們兩個人見面時候 對外發表的一些談話 那布林肯在訪問以色列之後 也延長了中東的行程 接下來他也會在周邊的一些國家進行訪問 為什麼需要這麼做呢 就是擔心會整體擴散變成這場中東大戰 所以他訪問的一些國家 我們可以在這邊來看一下 就包含了像是約旦 還有這個沙國 有沒有沙國 有沙國 阿聯酋跟埃及 還有卡達 他會在這周邊國家都進行一些相關的訪問 更重要的是 他也會見巴勒斯坦的總理 總統阿巴斯 再來我們看一下 奧斯汀也宣布說 緊接著在周五時間也要前往 以色列跟納坦雅胡見面 所以現在看起來 拜登也在臉書上 應該是在Twitter上面 X上面 再次表達對於以色列的支持 也分享了白宮被以色列國旗點亮的 這個藍白色的照片 表達了支持 那以色列也已經宣布了 通知聯合國 要求加薩110萬人 24小時之內必須撤離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從這一張圖表來看 這個是半島的新聞網站上面畫的 也就是說 加薩北部這個兩塊區域 紅點點比較密集的 兩塊區域 總加起來就是110萬人 現在以色列30萬大軍 就是守在加薩邊界這個地方 準備在24小時之後 就要進行地面的攻擊 就要進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喊說 開戰時刻已經到了 在開戰之前 現在累積至目前為止 已經轟炸了6000枚的炸彈 所以這邊440萬人加上750萬人 110萬人能夠在短短的24小時之內 從北移動到南部嗎 這實在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講別的 我們光是那種跨年晚會幾萬人 然後在這麼狹小的道路通通都會塞 你說110萬人在他們那樣子 相間小鎮一般的道路要怎麼樣的移動呢 那我們看看 現在納坦雅胡講說 誓言要粉碎哈馬斯 他已經是再次的發誓這樣子在講了 所以看出來以色列要進攻加薩的一個決心 那哈馬斯也不遑多讓 哈馬斯也反過來嗆以色列 就是說他們軍事部門表示 我們可以保衛加薩免於地面入侵 那加薩的軍事 就是哈馬斯軍事組織的 這個阿薩姆旅也表示 有能力擊退以色列 所以現在看起來他們說 他們還會採取地面的推進 就是說你要往我裡面來 我也會往你以色列這邊攻過去 所以這可能真的是一觸即發 這個地面的戰爭真的要短兵相接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以色列這邊現在已經證實了 就是一些美國的人權組織 他們有證實說 現在在網路上面流傳的一些 白鱗蛋的影片是真的 也就是說以色列真的有投下白鱗蛋 來報復加薩 那這個白鱗蛋一旦碰到了身體的話 其實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是來自於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 他們的一個證實消息 那現在加薩已經面臨到斷水斷電的人道危機 其實聯合國對於他們要撤離110萬人 這樣的一個講法也是怒轟以色列說 這是非常不人道的 那以色列現在態度是非常強硬 就是說斷水斷電這件事情 等他們人質還來再說 想要我們恢復他們的水電的話 先把人質交出來 那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公布了照片 就是因為這一兩天大家在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對於嬰兒有這種不人道殘忍的 比方說斬首什麼樣的一些相關的指控 他們有公布了照片 那我們當然做一些馬賽克處理 這是以色列公布出來 他就說的確這個哈馬斯 他們是有對於嬰兒有一些非常殘忍的一些行徑 那現在人質到底在哪裡 現在傳出可能是哈馬斯 他們有400公里的地下隧道 大概400接近500公里 那裡面設滿了陷阱 人質恐怕就關在裡面 所以也增加了 以色列如果要營救人質的話 這個難度其實是非常的高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伊朗也帶頭喊出來 阿拉伯國家要團結 要帶頭喊 是不是要參與這一場戰爭 他說抗洲新質的就是伊朗 還有巴勒斯坦的一些聖戰組織 還有敘利亞 黎巴嫩的聖戰組織 他就呼籲我們這些國家 全面的要往以色列這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要集結靠近 伊朗呼籲伊斯蘭阿拉伯國家 要共同來對抗以色列 抵抗洲新將會做出相關的回應 伊朗的外長甚至在講說 這個猶太復國主義 也就是我們說的習安主義 實體以及其支持者 後果要自行負責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 可能以色列的這樣子的復國主義 跟阿拉伯國家 穆斯林的這樣的一個正面對撞了 所以這個看起來戰事會擴大 所以當然布林肯要趕緊 走訪這些地方 希望可以把這場戰事趕緊踩個剎車 我們看看以色列其實為了避免他們的參戰 可能是為著他接下來24小時之後 準備要前往加薩的一個佈局 所以昨天他有先行轟炸了敘利亞的兩個機場 一個是 一個是他沒有寫出來 阿勒坡 阿勒坡機場 一個是大馬士哥機場 所以兩個國際機場都有被這樣子的轟炸 所以他們現在講說他們已經開始在進行一些備戰了 因為可能他們現在也有一些激進組織 準備要來運送一些武器 330多枚的火箭 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也反轟了以色列 所以零星的戰火也在旁邊正在爆發當中 那這場戰爭看起來真的 24小時之後會變得非常難以收拾嗎 我們來問一下兩個 以色列的策略就是 要求加薩北部的110萬人要挪到南部 這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110萬人怎麼移動 對啊 基本上他也不讓他往以色列跑 你去想一想當年俄羅斯包圍馬利烏波爾 馬利烏波爾人口只有6萬 光是那個安全通道就讓人家走了多久 走了將近一個月 那你現在以色列也不讓人家往以色列方向 只能夠往加薩南部的方向走 那加薩南部也有一大堆地方已經被空襲了 他們能去哪裡 對啊 所以這個在邏輯上根本就不通 我跟你講以色列事實上是 就是埋一下自己會來即將陷入的困境 國際媒體都已經在改口了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是猶太人辦的報紙 他的新聞的標題是 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做報復 然後對平民沒有任何 這個做接濟的跡象 這是紐約時報的標題 紐約時報 金融時報的標題 就是布林肯跟阿坦亞無見面 結果人家金融時報的標題是 美國催促以色列要自我節制 然後拜登剛剛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呼籲以色列要遵守國際法 我跟你講以色列他斷水斷電斷糧斷藥 已經違反國際人道法 所以聯合國已經派專員要去加薩 他說他們要去觀察 現場是不是有違反戰爭罪 所以我認為整個國際輿論 對以色列會越來越不利 那你要硬幹是不是 你硬幹你的國際聲譽就更低 就之前人家會同情你 比如說拜登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納坦亞胡 拜登並沒有提到要他節制 因為拜登知道納坦亞胡要報仇 因為以色列剛被攻擊 有很多平民死亡 所以他就認為以色列有反擊的權力 第一時間是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反擊了 然後就有大量的空襲 基本上現在網路媒體是對全世界開放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X 就是原來的推特 我們上面也看到了非常多 加薩巴勒斯蘭的慘狀的照片 現在已經好幾天了 所以我認為加薩死亡的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以色列死亡的人數了 以色列死亡的人數大概在整個以色列境內 我估計沒有超過1500人 哈馬斯光是在以色列屯肯區 被打死的 以色列清查屍體就有1500個 打進去加薩之後這樣炸 他已經炸了至少有6000枚炸彈 而且還包括使用白鱗彈 你去想一想會有多少平民 因為這樣被牽連死亡 因為事實上以色列有一位 他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就要問他這件事 歐洲的記者問 說你們這樣炸怎麼可能不會炸到平民 你怎麼知道都是哈馬斯 結果以色列的代表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戰爭有可能不炸到平民嗎 他就這樣回答 因為他坦白講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這個就牽涉到你的戰略的問題 就你的戰爭的目標 比如說美國那個時候 我舉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做例子 美國就是要推翻 Satam Hussein的政權 美國也沒有說要殺那麼多平民 可是結果那整個推翻政權的過程 伊拉克的老百姓死了30萬人 所以你去想一想 以色列這個目標又不明確 你又不知道哈馬斯在哪裡 對 所以你去想一想 他地面部隊如果進去加薩 那要死多少人 所以這個24小時之後這一場推進 以及哈馬斯的反推進 看起來真的是會非常的慘烈 我昨天也特別看了一下半島的電視台 他們也有做一個採訪 就是說有一些去到以色列這邊工作的加薩人 然後以色列他們那邊就直接 就是因為他們是好像官方就講說 讓他們通通把他帶到約旦河的西岸 也就是說現在有很多 原本是來自於加薩的巴勒斯坦人 就被丟到了這個西岸那邊去 約旦河西岸 就把你丟在這邊 關你怎麼樣 然後好像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 所以就是慢慢的有一些這種 人道的危機出現 那也有很多的國際媒體正在關注 那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以色列公佈了很多的畫面 就是他的平民百姓 老弱 富裕 還有軍人的死亡 那一定會引起我們世界上 絕大部分人的同情 都認為哈馬斯不應該這樣做 這樣做是違反戰爭的正義性 怎麼可以對於索無寸鐵的這些平民百姓 進行這樣的一個殺戮 怎麼可以對於無辜的嬰兒小孩 婦女進成這樣的一個屠殺 大家都會憤怒 會覺得哈馬斯你們做得太過分了 你們應該要受到懲罰 但是當以色列對於加沙地區的 無差別的轟炸 不管是對於他所宣稱的哈馬斯 或是對於平民百姓的這些轟炸 同樣的這些畫面越來越多 骷髏出來 有很多的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 他們的平民百姓 他們的老弱婦孤 同樣的因為炸彈 因為白瓶彈而死亡而傷害 然後這些無辜的婦女孩子的死亡 也會引起世界廣大人的憤怒 也就是說你以色列的軍人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事情 對 這個就是你以色列 你不可以把自己變成 另外一個哈馬斯 當你的行為 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哈馬斯的時候 你一樣的會受到廣大的 主張正義的 主張應該公平對待的 這些人士的譴責跟批評跟攻擊 而如果在美國的這些受以色列 或者是受猶太人影響比較深的 或是說他的勢力範圍比較大的 這些媒體 機構等等 對於跟他不同意見的人 那麼實施這種恐嚇 威脅的手段的時候 你引起的反作用力會更大 例如說面對哈佛大學的學生 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 就是說你們畢業了 別想到華爾街來工作 對於紐約大學的學生 畢業了的不同意見的學生說 你畢業了 別想到我們的律師事務所來工作 這樣的一種威脅 這樣的一種恐嚇 你引起的是會更多的反作用力 更多的反彈 尤其是當你以色列對於加沙地區的人 斷水 斷電 斷煤 斷能源 斷食物 你造成更多的這些平民百姓 老弱富裕的傷患到醫院 沒得受到任何救治 這個是人道主義上已經到的極限了 也是廣大的所有的人都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如果以色列已經鐵了心 在24小時之內要開始進入加沙地區 造成更多人傷亡的時候 我相信以色列你從原本的受害者 變成加害者的時候 你在國際上 你會失去更多的支持 同情你的聲音 好 來問見長 我覺得我更關心未來會怎麼發展 最好的發展 我希望數戰數決 能不能夠數戰數決呢 很難講 因為以目前來講 有好幾個他邊緣的國家已經加入了 尼巴論 敘利亞 約旦 但這幾個都是小國家 他的這些軍事力量都不大 所以以色列一個國家就可以應付這些國家 那加沙走廊那根本就是一個 被他關起門來在關門打狗一樣的 所以以色列基本上目前他不會失敗 他可以控制這個局面 但是接下來 我昨天看到一個消息是很擔心的 就是你剛才講說 加沙庄裡面有這麼多的地道 你知道嗎 你要找 當你要去打地道 那幾乎是一個鋪天蓋地 這樣子打過去的 那這種殘忍度 真的可能是讓人很難接受的 如果他這個樣子的話 伊斯蘭世界會不會集體站出來 我覺得兩個指標大家一定要去看的 一個是土耳其 他的軍力排名在全世界11 一個伊朗 他的軍力排名在世界17 都是屬於強國 如果這兩國加入這個戰爭 基本上以色列就沒有辦法掌握優勢 他可能會敗 那這個時候美軍會不會進來 美軍一定進來 因為以色列猶太人就是美國的老闆 因為有一句話叫 全世界的財富大部分集中在美國 美國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猶太人 所以你就知道 猶太人其實是掌控他的 那如果以色列可能弱敗 美國就會進來 不能說美國 美軍就會實際的進來 不會像烏克蘭這個樣子 好比說現在航母派進來 如果美軍進來之後 我再問大家一個 美國敗了呢 誰能保證美國一定勝 尤其在地中海裡面 那個環境是根本不適合航母作戰 它很窄 附近的環境非常複雜 如果美國有一艘航母被打沉 或是接著 伊斯蘭世界 坦白講他們已經不像以前 那麼的畏懼美國加以色列 以前這兩個加起來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變得強壯了 尤其現在打不退這作戰 你看土耳其也好 伊朗有多少那種無人機攻擊機 它不用正規鋪的 光這個去打人都會很累的 那如果我舉個例子 美國萬一不幸在這裡落敗呢 那接著你第一個問 俄國的立場是什麼 中國的立場會是什麼 接下來變化大不大 會不會影響到台海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很關心 現在在進行尾巴的衝突的戰爭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東又馬上回來